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角是来自秘鲁的安德鲁 蓝角是代表大东墙出战的黑龙 双方身高有10公升的差距 对 而且两个人的体型的话看得很清楚 对 黑龙是那种收膏型的 打粗壮型的 截腿赢击 我们看一下 黑龙的话的第一场的话打勇士荣耀的一的时候对手佩雷拉就属于身高体壮的类型 黑龙还是什么技术人 我个人觉得其实黑龙他这种身材是最适合打MMA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整个身体非常的灵活 他的战力的技术非常极其出色 但是我好像也听过有一种说法 说那个比较低壮的好像更适合打MMA 在国际拳团上有重量级或者是次重量级的选手啊 就是这个安德鲁的身材非常粗壮 有一些种族呢 可能天然的抗打基因就很强 有可能的摔跤手的话会是这种身材 打击戏的话一般都是飞龙这个身材 灵活的 对 非常的灵活 步伐一般 身高臂战也非常的好 目前呢 安德鲁是在全世界的轻重量级的排序里面排到第239名综合格斗选手 虽然这数呢 不好听 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排到这个级别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代表 而且他马上就要跟曾经在UFC排名第14名的一个选手 在之后打一场比赛 也证明了他的水平呢 是不错的 对 而且我注意到他左耳的话这个脚字非常的 呃 非常的 呃 非常的 呃 全新 有没有KO 没有 应该进入地面了 我觉得能防住 呃 黑龙的话 抢到了对方这个 这个 一个安德鲁 一个偶封 就挑着这个很难下潜 而且的话呢 像黑龙这种身材的话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摔 因为他杠杆也很好 看 我觉得他摔不倒 黑龙 取得了一个主动摔法的勇士位 进入了测压 是 拿美 准备 转 哦 哦 安德鲁呢 现在是拿到了一个半防守的位置 啊 他这个半防守的话 采用一种 就是两脚腿叠加腿之后 锁住了黑龙的一条腿 我们叫 Lockdown 哦 他是有动作的 他现在要做一个伸半防守 哦 现在被伊隆压回来了 所以半防守在MMA规则下面的话 其实是很吃亏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躯干 现在安德鲁唯一的一个生命 其实就要把自己的头接近对方的胯 大家看黑龙的打法 精准头发 可以去踢对手的躯干 但是绝对不可以踢头 对 在荣耀的规则里面 是 可以踢踢躯干 对 MMA规则下面的话 对方的两点招地之外 第三点如果也招地的话 是你是不可以去 踢和吸击对手的头部 但是可以去踢膝干 漂亮的后手 这样一来 我觉得战力的优势 我觉得安德鲁唯很蛮轻的这种了 吸击 我地面的优势都在黑龙这边了 对 黑龙需要稳健 貌似安德鲁的抗击打也不太强 三拳过后已经 这几个清晰有效的后手都做了 而且他躲拳的时候是甩脸躲的 这个从来没见过 就是 我感觉就有点好像不是那种专业的 对 烟雨水便 他降重的话 降得非常的辛苦 赛前撑重的第一次撑重 他是没有参加 因为他没有降到 所以非常的辛苦 他们打这场比赛 我觉得很难撑过第一回合 飞龙现在呢 也是在找重机的机会 他一点也不急 刚才那个空档啊 补一个前踢腿 可能就结束战斗了 飞溪 黑龙是一定要用这个打法吧 他看自己打到招了 太丑容了 他还是 被下跷的演过 对,有没有飞心机,还有10秒 上位,走机 安德鲁可能能撑过第一回合 应该是能撑的,没有降伏和指头 我觉得有飞龙,他其实有机械轮轮 他可能能撑,他可能会拿 知道了 安德鲁明显的话,我觉得体能耗尽,他有可能要弃拳了 你们看啊 建设里,他完全是没有回手之力 这是一个高扫 飞龙的他呢,现在在我们讲无限的规则下面 他整个的战力基础应该是世界 anime 规则里面的话 世界排名应该至少我觉得是前三名 就他这个季节,是战力基础 我觉得应该是七强 他坚持不了 一动我 即使有什么 越人选的话,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即使的选手呢,他体租越大,他在消耗越快 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对 没有,听不清楚 独处人是独不出来的 大概就是兄弟你打的不错 兄弟你打的不错,有这个机会向你当面请教 我感到非常荣耀 希望你在以后的比赛里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解决的不错 教授你这些独身也不帅 哇好帅 调皮啊 真的就是黑龙他的MMA的水平非常非常的高 中国选手在他手下输了很多 包括我特别喜欢的宋克南 被他KO过 卢尔拉 金哥乐 郭强 包括老一辈的牛小强 都输给过他 而且都是终结对手 他没有一场是判定的 他的在MMA或者是无限制格斗这个规则下面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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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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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中国红方胜 南方竞权 红方胜 黑龙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